新闻最后带您看到叶子和花永不相见 初秋盛开的石蒜花又叫彼岸花 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 新竹县尖石乡一新村一处秘境 就种植有百平大上千株的石蒜花 有亮黄色也有鲜红色 那么花朵绽放就好像烟火一样的美艳 是吸引了不少人上山来赏花 金黄色花瓣绽放就像阴阳下的高空烟火 美艳动人 坚实一新村一处秘境种植神秘的石蒜花 现在盛开了 我们种石蒜花大概已经种了 差不多七八年左右 那为什么会想种植花 是因为觉得它很漂亮 然后在台湾其实很少人种 花形是跟一般的花比较不一样 大家又叫它叫龙爪花 因为它就是四面八方这样散开 对然后它的花形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颜色也非常的艳丽 显眼亮黄色的金花石蒜 花瓣张开喜气又叫龙爪花 是台湾原生种植物 遍布在东北叫滨海山区 但不好种植近年来越来越少见 地主图续凡 七年前成功种下100多平大上千株石蒜花 除了有黄色也有广为人知的红花石蒜 又叫彼岸花 叶子和花永不相见 有互相思念的意思 许多人莫名上山赏花 花蜜也吸引蚂蚁在花蕊上来回穿梭 它最特别的特性就是 也是有很多七美的爱情故事 就是说它的叶片跟它的花 是永远无法相遇的 所以一旦它开花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叶子 那一旦它有叶子的话 它的花就会泄掉了 红花的话我们叫它金花石蒜 它是台湾的原生种 那它原本是分布在东北角那边 然后在我们这边的话 它的开花主要是在八月中下旬左右 那红花石蒜比较早 那红花石蒜它有一个名称 就叫做彼岸花 那在我们这边大概都是在八月初的时候开花 犹如烟花般短暂灿烂绽放 花期只有三周 要欣赏绝美梦幻花朵的民众 可得把握出球季节 做过就要再等明年 再开花点 遇到这边 再开花蟹地下